这个女孩得了个怪病 不能接触男人 只要一接触 她的丹田就一股躁动 顿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她双腿交叉 表情痛苦 一旁的小伙看出了她的异样 女孩刚想解是不是 可还是尴尬地下了车 就在昨晚 好友喝得不省人事 本想连杯带拖地将她送回家 可突然摔了个跟头 好友顿时酒精上头 然后夹打马力狂奔 女孩紧随其后 当追到她时 好友却趴在一辆车上狂吐 看到车标的那一刻 女孩的眼珠都要瞪出来了 她慢慢看向一旁的男人 然后一个劲地弯腰道歉 并承诺会给予赔偿 男人无所谓地说算了没事 反正也没什么损坏的 女孩没想世界上 有如此好心之人 可正当她将好友带走时 突然被她绊倒 就在这时 男人一把拉住了她 可她本能地碰了男人的胸膛 男人竟从嘴里吐出个红色珠子 居然意外落入女孩的嘴里 不知道是不是味道怪异 瞬间晕了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后 此地如此陌生 男人拖起下巴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女孩被她瞅得有点发毛 问自己为何会在这里 男人表示看你一直不行 我就把你带回来 因为我要收回一样东西 你误吞了我修炼九百年的珠子 女孩不解那个珠子是古董吗 女孩慢慢往后退 心想怎么这么悲 遇到一个神经病 她刚想掏出手机打电话 一只九尾狐闪现在她面前 这阵容 直接把女孩吓得晕过去了 当她再次醒来后 又是这熟悉的脸 她顿时吓得弹起 九尾狐知道她定时吓得不轻 于是说要给她去倒一杯 镇定笑果茶 你还知道这是入了狼窝呀 不 是九尾狐窝 当九尾狐问她要不要加点糖时 哪还有她的身影 本以为逃出九尾狐的窝就没事 可没想到正常想跟她开玩笑的小胖 一触碰她 她整个人就开始全身乏力 小胖也纳闷自己根本没用力啊 本想去扶女孩 一股莫名的电机席卷全身 更是让她疼得说不出话 这边的九尾狐突然有了感应一般 果然不出所料 女孩主动找到她 女孩问自己不舒服是与那颗猪子有关吗 九尾狐告诉她 猪子没问题 只是不能触碰属虎的男人 因为老虎和狐狸是天敌 若是触碰属虎男人 就会让你丹田内的狐狸产生相克 女孩问难道我一疼就要吃纸疼药吗 九尾狐慢慢伸出手 果然女孩的气色好多了 可奇怪的是 九百年的红色猪子居然变成了蓝色 本想去医院洗个胃还给她 可九尾狐表示胃力根本没有 因为已经在她的丹田位置了 九尾狐说虽然我们初次见面很陌生 但这猪子对我非常重要 为了弄出体内的狐狸猪 只能与九尾狐同居一起想办 为了让自己活命 女孩大晚上拎着行李箱 问小麦布老板有没有电机棒 老板随即掏出一款电机棒 还展示了下她的功能 女孩一看很是满意 当得知需要十二万韩元时 表情瞬间将至 老板意识到她贤贵 于是掏出了一款迷你型喷雾 直夸着效果无人能敌 而且只要七万韩元 女孩一听立马表示这玩意要了 可偏偏这时电视上 还放着最近的失踪案 本就看了有点惶恐 老板还一个劲地提醒 这些家伙估计是跟着器官去的 女孩一听结巴地说 刚才的电机棒我也要了 天知道 她这些玩意可不是对付人的 而是对付这只活了六百年的九尾狐 晚上她硬着头皮 带着她的行李 进入了这个九尾狐 而九尾狐在楼上看着女孩 好奇为什么六百年的红猪会变色 女孩拉着行李慢慢地走进院内 看着屋内九尾狐的眼神 让她不由地后爬 还默默地问候起了她的祖宗十八倍 可突然九尾狐就出现在她的面前 随即帮她拎起了行李 女孩安慰自己 既来之责安之把 来到屋内 九尾狐已经帮她安排了房间 正当女孩要进入十九尾狐叫住了她 毕竟他们是初次相识 还不知对方的名字 女孩自我介绍 她叫李丹 说完立马就想回房间 却一个不小心将东西洒出 房狼喷雾 女孩灵机一动 还说着急着来 没来得及包装 希望她能喜欢 九尾狐假装测试了一下 果然是个好礼物 躺在床上的小丹 没有了防身武器紧张的不行 心想今晚定是个不眠之夜 但没想到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更没想到的是 九尾狐帮她准备了一冰箱的食物 九尾狐为了补偿她 答应帮她承担学生一切费用 当看到到账金额时 她开心的不行 完全忘记了此时的处境 男人活了六百年 第一次和女生同居 下一秒她就变成了老头的模样 他告诉女孩 这两天她以这种身份去法国出差 有什么不舒服的打她电话几口 女孩立马摆手 她没有哪里不舒服 让她放心地走了 但晚上她却被小姐妹们一起叫去嗨皮了 可她深知今时非比往 若是碰到个疏忽的人 就完犊子了 所以她要尽快离开这里 突然她的手机不慎撞我 却被人直接捡起 可对方却有种挑衅的心理 女孩瞬间严肃 直接拿走手机 可下一秒男人却搂住了她 而这一触碰 小丹的肚子瞬间疼痛 很显然这家伙是疏忽的 可她疼得说不出话 却被男人认为她默认和她走 很快走到一个项目 小丹的脸色越发难看 男人安慰她前面有家酒店 等会儿帮你醒酒吧 可她现在根本使不上力 她多希望有个人能救她 可突然在法国的九尾湖感应到了什么 她一遍遍地打电话给小丹 可小丹压根不接 天知道现在的小丹有多无助 下一秒她就出现在小丹的面前 反正说的事 她一把搂住小丹就要走 却被猥琐难拦住 显然她是自讨苦吃 被九尾湖一掌拍飞十米远 经过这一次事情 两人的距离貌似拉近了一些 小丹知道她是为了保护她体内的狐狸 于是好奇地问她 那红色的珠子可以拿出来的吧 九尾湖告诉她 人类是无法长久拥有珠子 最长也就一年 小丹问她若是拿不出来呢 九尾湖停下脚步告诉她 他们是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她决定要在有生之年吃好喝好 此时家中的九尾湖 看着时间已到了半夜十一点 她不禁有点担心气小丹 殊不知此时的小丹酒足饭饱 可酒精上头的她左脚半右脚 直接来了个卧倒 当她要爬起时 突然看到眼前有一颗红色的珠子 这时她一路带闪电的跑回家 一脸严肃地示范刚才的动作 然后伸出手说自己不会死掉了 九尾湖看了一眼 而后看了一下小丹 问她拿着糖干什么 小丹一脸失落 突然九尾湖看到了小丹不对劲 这是要呕吐的节奏呀 可沿着她的视线看去 她该不会把古董当成痰鱼了吧 果然下一秒小丹冲着古董跑去 九尾湖一个手势 古董瞬间飞起 眼瞅着要攻击另一个 显然她又扑了个空 九尾湖立马帮她打开卫生间门 这才让这小祖宗消停 看着满屋飞起的古董 九尾湖不禁感叹 事到如今小丹只能听天由命 可刚到学校就发现 眼前出现密密麻麻的熟虎男生 脑中飞速运转 这一颗颗的地雷该怎么排除 接着她一个闪躲 然后再一个闪躲 很快走出雷区 正当她松了一口气时 一大帮人冲进食堂 恰巧撞到她 一男生本想去拉 她反倒收回了手 还好被人拖住 她慢慢睁开眼貌似没事 女孩好奇 你不是比我高一级 不应该熟虎吗 学长告诉她 她成绩不好留级的熟 小丹脱口而出 留级的好 听了学长尴尬至极 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小丹知道 虽然命不久矣 但还是不能让自己活在痛苦中吧 可突然有人叫住了她 小丹大脑飞速运转 这不正是学校校草草吗 也就是她的学长 熟虎的 可学长只是提醒她衣服掉了 并帮她捡起 小丹顿时被她的靠近 吓得予无伦次了 竟让她将捡起的衣服扔在地上 接着女孩小心翼翼地俯下身 生怕小伙对她图谋不回 当她捡起衣服时 说了句谢谢后撒嘴不好 小伙被她整蒙了 要知道她不仅是富二代 更是学校公认的校草 所到之处 更是让女生们连连尖叫 可为何刚才的女孩 对她避之不及 这不禁让她对这位异类产生了兴趣 得知对方是九尾狐身份 小丹开始跟她谈判 既然你的狐狸猪暂时拿不出来 为了你的狐狸猪着想 你必须随时保证我的安全 而且不能对我冷着脸 让我保持心情愉快 就这样两人达成共识 小丹以为她赚到了 殊不知狐狸天性就是狡猾 果然一日她找到她六百年同伴 诉说着人类女孩吞了她猪后 六百年的红色珠子竟变成了蓝色 同伴一听来的竟这是好事呀 可九尾狐回复说 她是不可能看上一个乳秀未干的人类 别闹得跟六百年前那场悲剧一样 小丹吞了狐狸猪 她整个人都开始提心吊胆 恰巧被坐在不远处的笑草看到 没有胃口的小丹告别好友 起身就要走时 却被笑草挡住去路 小丹第一反应熟虎的碰不得 于是让她稍微让一下 笑草问就不能一起喝一杯吗 好友见状 一把将她拽了回来 这么好的机会要把握呀 学长问她要不要喝一杯 却被她果断拒绝 好友问李丹 你那么紧张干吗 学长得知她叫李丹时 想趁机拉近下距离 却被她果断躲开 学长的面子顿时挂不住 闺蜜见状立马帮她化解了尴尬 学长尝试将手放到后面时 又被小丹条件反射地躲开 学长郁闷地不行 还好这时一通电话将她支走了 可都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她现在一门心思地盯着小丹 可她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是等下课借机跟小丹借钱买饮料 接着又抢过小丹手机 往里面输了她的号码 并让小丹下次想喝什么的时候联系她 这么明显地邀约第二次见面 本以为小丹会满心欢喜 从小都没被拒绝过的学长 越发对眼前的小丹产生了兴趣 回到家的小丹痛哭不如 好端端地活了18年 却突然得了个怪病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明年的太阳 站在门外的酒尾狐看后 不禁想起同伴问她了 你明知道怎么取出珠子 为何不取出 接着酒尾狐找到小丹 说自己想确认一件事 没等小丹反应过来 酒尾狐拉着小丹的手 看着小丹体内的红色珠子 她已经有了答案 于是告诉小丹 你可以回去了 就当这一切是梦一场吧 接着她捧起小丹的脸 本想将她体内的狐狸珠取出来 这时却发现她体内的狐狸珠变碎 她立马停止取出 可作为人类的小丹 心里一百只鹿在狂奔 酒尾狐心想难道眼前的女孩 是她等了六百年 女孩活了18年 第一次被人调戏 我不 准确说 还不是个人 是一只修炼六百年的酒尾狐 可说出来压根没人性 由于第一次没经验 于是她请教闺蜜 说她有个朋友和异性合主 但某天那男的突然想去吻她 可关键时刻却停止了 要知道他们才认识一个星期 可当她要走时 那男的二话不说 却把人拉进了怀里 问题出来了 那男的到底玩了什么把戏 闺蜜一口咬定那是施爱啊 殊不知她口中的男人 现在也是满脑子问号 同伴一听 要娶回珠子时居然变蓝了 但很快又变回了原来的红色 怎么跟她当时不一样 九尾狐问她当时是什么状况 同伴告诉她 她的狐狸猪是一下就变色了 所以她现在是一个真正的人类 九尾狐现在也搞不懂了 要不要取回珠子呢 同伴帮她分析 也许这次是她最后一次机会 殊不知此时的学长 也在想小丹的心思 想通过上次借钱约见小丹 小丹直接回她没空 学长的厚脸皮发挥到极致 问她到底在忙什么 没想到小丹回复她在通马桶 并且还反问她有没有通马桶的妙照 学长越发觉得这小丹有点意思 事实上她真的在通马桶 她可不想让九尾狐看到这么尴尬的 这时学长打来电话现场教训 先让她将马桶密封住 然后按下冲水键 看到袋子中间鼓起来后 接着再用力按下去 果然听到她更舒服的声音 她激动地拿起电话感谢学长 还给学长起了个外号 马桶精灵 学长先是感谢她赐名 随后以感谢之名 让小丹请她吃饭做抵消 小丹一听 行行行请几顿都行 事实证明 没有点技术追女孩子真不行 晚上九尾狐开始讨好小丹 给小丹买了她最喜欢吃的披萨 还特别温柔地问她够不够 不够的话 她亲自下厨为她做 小丹突然被她的温柔搞得有点不知所措 这时让她不由地想起闺蜜说的 那个男的定是在示爱 虽然她当时立马表态 这绝对不可能 但她还是主动问起了九尾狐 一句示爱 香得九尾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丹还在追问 昨晚你到底是几个意思 九尾狐解释 一开始确实想放手让你走了 但又冷不丁地想到 你一走我得孤身一人解决这一切 会很迷茫 得到答案后小丹也很是理解 那这一夜就算翻过去 但还是希望她以后克制自己 不要做出暧昧不清的行为 这样会让人容易误解 九尾狐狐狸马为自己化解当大 说自己只是想测试 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 小丹心想狐狸的世界人类真的搞不懂 天知道九尾狐就是听信同伴说的 为了她体内的狐狸珠变色 让她提出跟她交往 活了六百年的九尾狐 没想到会被拒绝 更是为刚才说的话修得无地自容 由于小丹独自搬出来居住 这让弟弟不禁有点怀疑 姐姐突然搬出来居住的目 于是暗中观察她 果然让两人有个新发现 听到姐姐叫对方老人家 两人分析应该是教授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沉稳 这时九尾狐还在关心小丹体内的狐狸珠 小丹也顺势摸了摸肚子 表示珠子最近没变化 弟弟一听什么情况 干嘛摸着肚子说珠子 好友一听难道是胎名 于是两人得出结论 小丹这是怀孕了 偏偏这时九尾狐安慰小丹为了珠子辛苦你了 小丹表示没事 反正很快就出了 听到这 亲弟弟已经确定姐姐是怀孕了 弟弟的火盾石上来 小丹一看完独则 随后这位来小舅子开始质问男人 你爱我姐吗 小伙活了18年 第一次碰到这种人渣 同伴也是忍无可忍 只见他们抄起工具 朝着渣男就要进攻 可下一秒男人一个眼神 两人被钉在了半空 女孩的魂都被吓没了 可男人让他放心 他会将他们安全送回家 并会抹去他们的记忆 女孩还没反应过来时 两人却凭空消失了 女孩惊恐万分 要知道一个是他亲弟弟 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立马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弟弟 却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这时他正好看到弟弟的包还在 可下一秒也凭空消失了 小丹立马冲回家 却发现弟弟带着一帮人在家里喊 弟弟还反问他回来干啥 看着他消失的包果然都回来了 而且完全对刚才的事情不知情 于是小丹编了个借口 说回来拿个东西就走 没想到弟弟让他拿完东西赶紧走 出了家门 小丹不禁抱怨 这九尾狐的道横够深的 殊不知此时的九尾狐正被女狐嘲笑 活了六百年居然连个小丫头都搞不定 看在同位的份上女狐开始帮他支招 如今二十一世纪不靠甜言蜜语 而是靠实际行动 说白了 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想他之所想及他之所及 可没想到晚上小丹回来时 竟主动有事相求 九尾狐心想 机会来了 可下一秒 小丹提出的帮忙却让他措手不及 天知道这学长有多年人 无时无刻不出现在他面前 一天十二小时至少能出现二十次 剩下的时间就是发短信求邀约 小丹彻底领悟到男孩子的皮厚程度 这让我不由得想到 貌似当年我也是这样的 殊不知学长这么做 只是同伴跟他打赌 这小妹子就连他这个校草也是搞不定的 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拿下小丹 他们压了十万座等重 被学长缠得受不了的小丹 开始向九尾狐噼里啪啦地诉说自己的处境 九尾狐听出了小丹的目的 是想让学长失望 不想靠近你是吧 对 两人开始模拟约会 想从中找出小丹最讨人厌的一面 可这一出场直接让小丹看傻了眼 下一秒九尾狐就开始帮他分析 穿着要穿那个狗狗的T恤 那件看起来会土一点 这样才会显得没品味 小丹表示这建议不错 随后又教他怎么夸张地吃东西 才会让对方觉得反感 还说上次看到他吃炸酱面 弄得满嘴的样子 可以用上那种更能招人厌 小丹越听越不是滋味 可没眼力尽的九尾狐还在说 还有上次听到他和朋友打电话说的脏话 若是在学长面前说的话 那就事半功倍了 小丹听后说感觉现在没必要这么迈你 直接本色出演就好了 可就在他们要走时 学长打来电话 可当接听后却发现声音好嘈杂 下一秒学长就出现在他的身后 九尾狐眼疾手快一把拉回了小丹 这让小丹莫名的心跳了几拍 随后又立马与九尾狐保持距离 可九尾狐的眼神始终没离开过学长 小丹见状立马开始介绍九尾狐 但话到口中 总不能介绍此人是九尾狐吧 鬼姓呀 于是他只能介绍 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认识的人 可学长根本无所谓 还是邀约小丹明天看电影 九尾狐莫名的看了不熟 可偏偏学长临走前还摸了下小丹的头 然后挑衅的看了九尾狐一眼潇洒离开 可小丹受罪了 要知道学长可是疏忽 九尾狐再次投去护士的眼神 很快到了艺人 可天空不作美 看完电影出来后却下起了雨 本想打敌回去的学长 却发现钱包的前辈弟弟拿走了 于是尴尬地问小丹怎么办 小丹失意跟他走 说定会将他送回家 可就这个回眸 让前面各种座都白费了 学长此刻的心 居然有种小路乱撞的感觉 接着从没坐过公交车的 富二代学长 第一次坐上公交车 将学长送走后 小丹不由地庆幸 今天将各种丑态发挥得淋淋静止 想必没下次了吧 殊不知他的丑态 在学长的眼里 反倒变成了一种可爱 女人活了九百年第一次上学 但忘记换学生装了 一时间成了所有人的焦点 可他上学的第一件事 就是结交这一位小朋友 可没想到他的相处 竟然是一直盯着小丹 盯着小丹全身发毛 殊不知远处还有另一人 也意犹未尽地盯他 也就是这原因 跟他同住的九尾狐 在听到同伴女狐说想上学时 他果断地答应帮女狐安排 可身为同事狡猾的狐狸 女狐自然知晓九尾狐的心思 谁让小丹昨天特别地精心打扮 他说晚上晚点回来 有约 虽然表现得无所谓 但小丹一走 九尾狐的心貌似跟着他一起走了 可女狐上学的第一天 教授就出了一个实践题 两人一组 完成周末的恋爱课题 然后各自写关于交流报告的论文 但小组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 小桃瞪大了眼睛 好陌生的名字 难道是新来的吗 只见女狐友好的跟他打招 接着轮到小丹震惊了 他居然和学长成了一组 他貌似看到了死亡的气息 但学长看后心里乐开了花 真是天助我眼 可一日一早 小丹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 突然他翻开手机 发现今天正是姨妈日 于是他告诉九尾狐 他今天全身无力 先回房了 九尾狐问他怎么回事 是不是阳了 小丹懒得解释 静止回房休息了 接着九尾狐一上午看着书 实则一夜都没翻过 还不停地看着时间 实在忍不住跑到房门前 问他好点了吗 要不要去买点莲花清温 见小丹有气无力的回应 九尾狐急了 该不会高温惊觉吧 小丹白了他一眼 大姨妈不用吃莲花清温的 九尾狐貌似苗朵 说他马上去接姨妈 然后非一般地离开屋子 而他果然准备了一大桌菜来迎接 这一招貌似很管用 有吃的 小丹的肚子好多了 可治标不治本 但一觉醒来已到一日一等 心想这姨妈也不会立马消失 还得要通缉 突然他想到 拖着大姨妈身体 再碰到熟虎的男人 那必是他的忌日呀 可偏偏今天是周日 没辙呀 教授布置的恋爱课程需要完成 九尾狐问他要去哪 小丹无奈到要跟熟虎的学长 去做恋爱课题 看着虚弱的小丹 九尾狐突然很是不舍 接着他叫住小丹 说自己有个办法 可以让你不用亲自出马 小丹问他这样做好吗 只见九尾狐变成小丹的模样 他让小丹放心 他会替他约会 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 殊不知这形象能装 气质装不了 此时的学长已等了半个钟头 假小丹也如期来赴约 于是跟众多情侣一样 约会的第一件事情先吃 可九尾狐的一贯习惯是文质彬彬 这举动让学长越发看不懂啊 虽然温文尔雅挺好看的 那怎么看也不像是我的菜啊 而此时的女狐和小桃 正准备去电影院完成恋爱课题 正巧小丹和学长也正在电影院门口 当小桃看到李丹诗那是一个兴奋 然后一如既往地开始揉捏小丹 可不远处的女狐一眼 就看出此小丹并非小丹 九尾狐活了六百年 估计这是她第一次被裂成这样 一旁的女狐只顾看着好戏 注意看 这是男人第一次接女孩放学 贴心的她还不忘将毛毯垫上 生怕女孩屁股 万事俱备 只欠女孩 很快有人敲响她的车玻璃 男人以为女孩来了 不料却是她的同类女 而她很不客气地直接进入一屁股坐下 还将她精心准备的毛毯直接用上 看男人的表情 女狐也猜出不是来接她的 于是提醒男人 我们九尾狐若是动情何曾有过善终 若是为了私情坏了大事 到头来哭都来不及 这时不远处的小丹正朝着车走来 九尾狐见妆 让女狐别废话 赶紧下车 女狐一脸兴奋地说她才不要 但眼瞅着小丹就要靠近 女狐还不起了妆 就在小丹开门时 女狐却不知所功 殊不知此时的女狐还在一边化妆一边说 将她送到酒店即可 转头一看自己居然跑到了户外 让她尴尬至极 没想到九尾狐重色轻友 居然对她用倒数 接着她的男闺蜜小桃就不爽了 就连小丹主动跟她说话她都不忍 还说她不够意气 我是对你全盘托出 我不嫌丢人将连前前前女友的事情都告知你 你却不拿我当朋友 话说了一半就走 让小丹摸不着头脑 然后一连好几天都对她置之不已 回到家的小丹实在忍无可忍 于是给小桃打去电话 让她一次性把事情说清楚 没想到直接挂她电话 吓得外面的九尾狐差点没现出言行 饭后九尾狐趁机问小丹 是不是体内的狐狸猪让你很苦恼 说到这问题 小丹自然诉苦问找到取出猪子的方法 看九尾狐不说话 小丹问难道还没找出吗 九尾狐回复说是 还没找到 实则她在撒谎 明知道有方法却不说 此时小桃心里也不好受 就在这时 她听到隔壁同学说学长这次亏大 谁让她夸下海口 扬言 李丹这种人轻易就可以骗到手 如今她自愿放弃 掏出十万认输 这也说明李丹的眼光确实高 听到这小桃忍无可忍 于是她找到学长 很不客气地揪着她 质问她是不是拿李丹跟别人打赌了 学长的回答是她已经反省 所以才罢手 并让她不要告诉李丹 可小桃反让她不要告诉李丹 她不想看到李丹伤心 可这么大动静 小丹又不是龙子 天知道学长是真心爱上了李丹 她想挽留李丹 小丹却让她别费心思 就当是个笑话过去了 学长真诚地跟她道歉 让她不要生气 就在这时 两好友过来找她 眼神中充满着对她的敌意 拉着小丹离开此地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最近新闻连环播出 一些人频繁失踪 找到后内脏却被挖出来了 女狐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她打电话给九尾狐 说最近发生的案件不像是人类干的 九尾狐挂掉电话 貌似有一股不好的欲 男人晚上看书时忘记拉窗帘 只见窗外有一只猫正死死地盯着她 可当和男人合租的女孩回来后 也同样没有拉窗帘的习惯 殊不知被外面的波斯猫一饱眼福 突然男人貌似有了感应一般 此时的波斯猫感知有危险 立马离开 可走着走着 注意看她的影子 居然变成了一个人 而后消失不见了 男人追出来时哪还有什么人影 于是她想到女狐告诉她 最近失踪人群都被挖去了内脏 很有可能不是人类所谓 于是一日小丹上学时 女狐形影不离地黏着 就连上课时 女狐的眼也从未离开小丹 小丹不知道女狐这是吃错了什么药 殊不知女狐也是受人之托 谁让活了六百年的九尾狐 第一次开口求她 女狐心想也有你老开口求我的时候 于是勉为其难地说尽量保护吧 可她说的尽量也太敬业了 只见一只手突然伸向你丹 女狐一个眼神 然后一个擒拿手 直接将小桃藤的压压狼嚎 小丹越发觉得奇怪 可更奇怪的还在后面 她独自一人去图书馆买书 就在她转身时撞到一人 男人主动帮她捡起书 可接着男人却说 这是没有 可这三字却听了小丹甚得慌 突然九尾狐在身后叫她 问她干嘛呢 小丹刚想说撞到个人 却发现那人一眨眼的功夫不见了 心想估计有事走了并未在意 殊不知他们之后还有交集 可就在小丹路过一花店时 突然看到里面的女孩 这不禁让她想起 她在九尾狐书中发现的一张画像 九尾狐也承认是她的初恋 虽然是五百年前的古人 但小丹还是莫名的吃醋 可如今看到和画中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心里居然有点担心 果然两眼开始放直 小丹拉着她的手示意回家吧 但九尾狐却让她先回去 她很快就跟上 并拉开小丹的手 带小丹一走 九尾狐进入花店她一眼识破 你用这副面孔出现在我面前 无非就是想夺取我的珠子吧 女孩也不装了 手上的花瞬间消失 而后用隔空传音说 反正珠子也不在你身上 随后就消失了 九尾狐顿感不好 于是九尾狐一个闪现瞬移到家 她紧张地看了下四周 她拉着小丹 虽然没告诉花店发生的事情 但表态初恋毕竟是过去事 我现在一心想的就是保护你 这个承诺让小丹很是宽心 可她不知她的危险即将来临 感知有危险来临 九尾狐每天专车接送 但由于临近考试 小丹临时抱佛脚 晚上加班加点地找资料 但暗处貌似有个人正偷偷盯着她 车内的九尾狐有点坐不住想去找小丹 突然她接到一个电话 说组长临死前说看到的凶手是张熟悉的脸 九尾狐看向车玻璃 难道凶手和她一样会变身术 此时小丹发现九尾狐到图书室来找她 很是开心 并问她那么着急地进来干嘛 随后便看向了小丹的肚子 当看到红色的光时 进步游地露出饥渴难耐的笑 随后她慢慢摸向女孩 突然书架的书掉落 就这一瞬间 男人被一只手死死地掐退几十米 当小丹转过身来时 男人却不见了 殊不知刚才的男人可是恶鬼变的 抓住这次机会 九尾狐怎可放过她 她狠狠地掐着恶鬼的脖子 一瞬间恶鬼在她的面前消失 可她反而害怕了 果然掌管一切的山神出现 并提醒她希望你不要最终成了她那样 但愿你把身边的孩子 视为最后一线希望 顺利变成人 果然一日九尾狐邀请小丹去旅游 小丹好奇之前提出要旅游 却被你连连拒绝 这次干嘛一反常态呀 九尾狐说现在她想通了 小丹很是开心 殊不知九尾狐是另有目的 一路上 两人一度臭美合照 还逛起了许愿地 小丹也开始为自己许愿 不管许的什么 但很快她会哭得刺心裂肺 就这样两人一直逛到了晚上 这景色还别说特别的浪漫 小丹提议我们明年还来这里吧 九尾狐愣了几秒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把珠子取出来 但因为自己自私想成为人类 需要你的精气一样珠子 所以一直未取出 而现在我想结束这一切 当你一觉醒来后这一段的记忆都将会消失 说着便凑上小丹的面前 将她六百年的狐狸猪取了出来 小丹也留下伤心的泪 当一觉醒来后 小丹确实回归了原先的生活 可就在她上学的路上时 脑中突然一股熟悉的身影闪过 一时间她蹲在地上痛哭不已 这时学长走来好奇地问她怎么了 关心地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并让她坐到隔壁的长椅上休息 可学长看着李丹哭得伤心的样子 自己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高兴 因为小丹没有之前那种抗拒她了 可两人的这种近距离 却让路过的女狐看到 好奇小丹怎么敢和熟虎的人靠近了 于是她只想到了一种可能 而九尾狐现在满脑子都是小丹的身影 这时女狐找上她 问她是不是做了后悔的事 九尾狐问她是不是见到小丹了 女狐提醒她 既然决定将珠子留在她体内一样 那自始至终就不该投入感情 现在既然放下了 那就赶紧找下一个目标 要知道你的时日不多了 但好奇为什么你不抹去小丹的记忆啊 但九尾狐表示 她已经抹掉了关于她的所有记忆了 女狐开始怀疑她的倒数是不是退博 很快晴空万里的天气 突然下起了瓢泊大雨 小丹不禁胆开 果然她走到哪都是倒霉的 就在这时一把伞出现在她头顶 转头看去正是九尾狐 于是二话不说的冒雨离开 九尾狐叫住了她 说外面下雨打着伞走吧 可被小丹回复 我为什么要陌生人的伞 一句陌生人让九尾狐含透了心 来位年轻教授 居然是九尾狐 显然她是奔着小丹来的 可她的气质直接俘获这帮小迷妹们 但只有小丹发现这家伙来这里 定是不安好心了 可怕什么来什么 坐个电梯就能碰到她 但还是不得不进入 电梯内气氛那叫一个怪异 这时学长问小丹 上次约的吃饭定好时间了吗 九尾狐没说话 但都听到了耳朵里 还没等李丹回答 学长问今天可以吗 就在这时电梯晃动 两人本能地去扶小丹 小丹看了眼九尾狐立马甩开 反倒谢谢学长扶她 这让九尾狐心里莫名的不爽 出了电梯 学长趁热打铁跟着小丹 可小丹故意将她带到无人处告诉她 上次答应约会的短信不是我发的 殊不知学长同样也是 那天看小丹心情不好 本想发短信安慰一下 但思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发 却被调皮的妹妹抢去手机 然后发现哥哥居然和女生发信息 接着做妹的一个神助攻 当哥抢过手机时 却发现妹妹直接发约小丹吃饭 还说拒绝100次和拒绝101次 没什么区别 果然小丹吃饭时 看到学长发来的信息 让一旁做弟弟的开始不惊感慨 姐姐长这样还有人追求啊 接着竟抢过手机开始神助攻 看到达夫说非常愿意 弟弟居然幸灾乐祸的说 居然是已毒 说明对方挺上心的呀 殊不知另一边的学长激动的不行 真想犒劳一下这不靠谱的妹妹 可没想到空喜一场 而且还从小丹的嘴里得知 她已经有喜欢的人 学长的心凉了一大截 殊不知这句话 也让门外的九尾狐听到 心想原来她有喜欢的人了 接着在课堂上 学长一直看着小丹的位置 心想她喜欢的人是谁呢 可小丹目前只有和小桃走的最近 难道喜欢的是小桃 这也未免太配不上她了 我应该比她强多了 可台上讲课的九尾狐 突然看到小丹和小桃 很是开心的样子 也不禁开始愣神 但和学长的想法一样 小丹喜欢的是小桃 于是学长回家 将小桃的照片让妹妹看看 问他们两个人谁最帅 妹妹看后表态我实话实说 你确实比她帅多了 听到这学长不由嘴角上摇 随即掏出一张大钞 让她去买棒棒糖吧 接着她臭美地照着镜子 还说果然帅得没法跟她比 殊不知此时的小丹 正和小桃喝着闷酒 可没想到小桃的酒量 是差得可以 每次都要给她善吼 果然摔了一跤后 小桃开始发酒疯地乱撞 一下撞到路边的车上 小丹一看完犊子了 反光竟坏了 小丹立马将她拉起来收拾烂摊子 突然从车内下来 小丹彻底不知该说什么 于是赶紧扶起罪魁祸首小桃 九尾狐刚想上前帮忙 却被小丹躲闪开 说她自己可以 并跟女狐道歉车子修理费 他们会赔付的 一日学校组织交友 女狐正巧坐在小丹旁边 这让小丹不由地想起 九尾狐三更半夜 从她的车内出来 说没感觉那是假的 可刚到目的低 学长就准备想跟小丹告白 这时小桃过来打断了她 学长问她是不是经纪人 怎么总是在小丹身边转悠 小桃对她也很是敌意 两人开始互掐 这一幕让女狐看到 不经同情起九尾狐了 很快九尾狐就收到了一张 两男争女的画面 看着小丹的眼神 九尾狐决定要亲自出马了 男人只是看了一下女孩的照片 随即对着照片念了句咒语 果然下一秒女孩就找上了她 可没想到男人大步地跑向她 然后捧起她的脸 就吻了下去 女孩也是本能地回应着 就在这时 男人眼神突然变色 接着动作开始变得粗暴 大口大口地吸吮着 女孩意识到不对 立马示意她停下 男人这才恢复了一丝理智 她看着眼前的小丹 突然想到女狐说过 快要修炼人行时 最渴望的就是惊奇 而那种感觉并非是爱情 而是一种饥饿感 接着她找到女狐想知道 该怎么样去控制 女狐告诉她很简单 避免接触即可 我的天 这和和尚有什么区别 九尾狐无语至极 要知道她好不容易 让小丹重新回到她身边 这才不到一天 咋就出现这种情况 回到家的小丹 还在一脸回味着 九尾狐给她的热闻 兴奋的不要不要的 一日九尾狐脑袋突然眩晕 眼前一片模糊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于是想躺下来休息一会儿 当小丹到教室时才知道 教授今天身体不是休息了 不放心的小丹 立马去找九尾狐 而九尾狐果然脸色苍白 小丹紧张地上前查看 只见九尾狐全身冒着汗 昏迷间九尾狐听到有人叫她 她慢慢看向小丹 此时的小丹在她眼里 是那么的妩媚动员 突然让她有一种忍不住的冲突 她一把拉住小丹 就在她慢慢贴近时 小丹叫了她一声 九尾狐立马回过神 然后刻意回避小丹 并让她先出去一下 小丹有点不解 女狐感应道 立马过来将小丹拉了出去 小丹开门见山地说 我知道你也是九尾狐 但我只想知道 九尾狐到底怎么了 可女狐告诉她就算她解释 你们人类也未必能听懂 但可以肯定的是 你压根不了解我们是什么物种 就在小丹路过学长身边时 学长问她最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几天不见为什么瘦了好多 可小丹并未察觉自己有异样 于是她回去称了一下体重 看到数字后 连她自己都近了一条 怎么瘦了十斤 于是想到该不会是被吸走的精气吧 再回忆九尾狐跟她打电话说 这段时间两人还是保持距离为好 当时她有点不解 但九尾狐告诉她 取回珠子后精气不足 但若是跟你在一起 会本能地吸走你的精气 你会危险 想到这 她还是打电话给九尾狐 说她说得对 他们确实要保持距离了 至少在找到对策之前 这样对彼此都好 虽然九尾狐听了很心酸 但她表示理解 第二天上学时 小丹突然发现身后有人 她摒弃宁神 然后掉头看去 一男子正直直地盯着她 随后掏出口红说她掉了个东西 小丹接过后好奇地问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 可男人却回了她一句 因为我一直关注着你 这诡异的气氛让小丹越发地诧异 关注我干嘛 可男人关注的不仅是她 就连九尾狐也被她盯上了 九尾狐此时也预感到有股威胁的气息 注意看 男人手掌一灰 一根红色的姻缘线 将两个人类相连在一起 并扭头告诉小伙 这才是人类说的命中注定 小伙瞬间暴怒 说惹毛了他们狐狸 他们也会像狗一样咬人的 可作为掌管人类姻缘的山神 根本不鸟她 瞬间在她的眼前消失 可没想到这姻缘线那么神奇 学长的卡突然被父亲没收 这不得不找到开奶茶店的舅舅能不能支持点 显然舅舅不想出手 突然舅舅看到客户对帅哥一不开眼 于是他立马给这侄子套上工作服 问他要钱是吧 可以 钱听你帮我打工 正好我在招间职工 养尊处优的少爷怎会同意 突然他手上的红线被拉指 正是小丹前来应聘的 学长一脸认真的让舅舅一定要录用他 作为过来人的舅舅貌似明白了什么 而此时的九尾狐一脸担忧 那红线不会真有效吧 女狐帮他分析 传说被红线牵着的男女 无论如何都会结成良缘 并问他为何对红线感兴趣 九尾狐说我只对斩断红线感兴趣 晚上同学聚餐时 学长一脸关心的让小丹少喝点酒 这样一旁的女同学误以为两人在交往 可小丹却脱口而出 我有男朋友了 学长的心跌到了谷底 于是开始的喝闷酒 虽然喝的头疼欲裂 但看到小丹要走时 还是想要送送他 可此时他的头已经疼得受不了 小丹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吧 但刚要走 一根红线却让小丹停下了脚步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回头关心学长 问要不要帮他叫车 但学长却本能地倒在他身上 小丹的心跳顿时慢了一拍 可这一幕被不远处的九尾狐看走 接着小丹帮学长掉了辆车子 可学长趁机拉着小丹的手不放 却被赶来的九尾狐一把拉扯开 并帮他关上了门 预示你可以滚蛋了 看着小丹手上的红线 九尾狐的心越发有点担心 小丹也看出九尾狐的心思 他解释学长只是喝多了 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九尾狐让他放心 他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一日小丹进入工作状态 这时九尾狐打来电话 问他累不累 等他这边忙完后来接你 可小丹看着和他成为同事的学长 连忙说不用他自己回去 偏偏这时学长打翻了饮料 小丹见状立马挂了九尾狐电话 可挂电话问学长没事吧 这句话被九尾狐听到了 很快两人下班时 学长叫住了小丹 问要不要送他回去 小丹表示不用 可学长借口说正好 我有兼职的事情想请教 小丹说那就边走边说吧 殊不知两人的这一幕 被远处的九尾狐看在了眼里 心里越发的不爽 晚上九尾狐刚想问小丹 关于兼职的事情 突然家中停电了 这时小丹刚想跨出一步 却不小心拌了一脚 恰巧撞到九尾狐 这时珠子却意外地跳出 而后劲进入了他的嘴巴里 九尾狐顿时惊呆了 心想这该怎么办 小丹心想多到丹田了能咋办 九尾狐让他闭上眼睛 他帮他取出来 妈呀 这是借着珠子过了一把瘾 有了取珠的过程 两人的距离又再次拉近了一些 于是两人敞开心扉 小丹说机缘挑和和学长在一起兼职 而九尾狐也告诉小丹 山神在你和学长手上牵了因缘线 而如今他居然能看到那隐形的红线了 于是他想拽掉可压根形不通 他本想着急地去找剪刀 却一步小心踩空 然后重重地摔倒 九尾狐正好过来看到小丹受伤 于是立马想上前去扶 突然他就被定格了 而后出现了一个男人 并告诉他拿神指定的命运开玩笑 不知道后果很严重吗 小丹问难道我的未来都已经注定了吗 山神说不一定能预知所有的未来 但能让你看到未来发生的事 随后小丹眼睛一闭 看到了自己和学长的各种甜蜜化脸 这时九尾狐开始用毅力挣脱开定格 随后一把扶起小丹 山神让他放心 只是让他做一回梦而已 并提醒九尾狐你只不过是个禽兽 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 晚上九尾狐一脸撒娇式地贴近小丹 说自己好害怕他被人抢走 小丹让他放心他想多了 殊不知九尾狐在他和学长之间 死死地拽着一坨红线 可这该死的红线果然有点魔力 一日小丹放学时 看到九尾狐在等他 他激动地跑上前 突然被一根红线绊倒 就在这时学长恰巧路过扶住他 小丹一看是学长立马本能地弹开 他知道定是红线起的作用 学长本想烧他一段去聚餐 可小丹表示他坐其他人车 当问起坐谁的车时 九尾狐过来说坐我的车走 可学长好奇小丹为什么会坐教授的车呢 九尾狐不知该怎么解释 小丹立马打破将军 然后公开说他们在交往 可学长说跟谁交往都行 就是不能是他 小丹不明白什么意思 没等学长说完 九尾狐就拉着小丹走了 课堂上小丹越想越不对劲 此时的女老师正从九尾狐的办公室出来 九尾狐一脸带桃花地看着他 突然他发现后面的小丹正注视着他 他突然开始心虚 还一把甩开女老师 接着他竟对着女老师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女孩突然发现 自己的男友眼睛会变色 然后他眼前的女人竟像木偶般地慢慢离开 看得小丹全身汗毛直立 知道自己男友不是人 可没想到他竟做出这样的事情 九尾狐本想跟他解释 却被小丹甩开 并鄙视他 为了精气去伤害别人他太失望了 而九尾狐和女教授的亲历照被人传得沸沸扬扬 当女狐看到后一眼就知道九尾狐的目的了 正巧看到李丹一脸沮丧的样子 也猜到了几分 本不想多管闲事的他还是叫住了小丹 并借口说请他吃饭带走了他 吃饭间 女狐开始帮九尾狐说话 这件事情不怪他 要知道他可是修炼几百年的狐狸 若想做的人不知鬼不觉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更不会告诉你狐狸猪会吸走你的精气 但他并没有那么多 可这次他的猪子开始变蓝了 小丹好奇什么叫变蓝 女狐好奇 红猪子吸收人类精气变成蓝色 那么他们就会变成人类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而九尾狐自从认识你之后 他的猪子才开始变色 只不过是蓝了一半 这就是为什么九尾狐这次乱来的原因了 听到九尾狐很有可能会变成人 他立马说自己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做 而他说的要紧的事情就是去找九尾狐 九尾狐率先开口说自己错了 自己不应该不顾及他的感受 并表示自己不会再做冲动的事情 可小丹却拉着他的手 撒娇地让他把猪子给他咬 但九尾狐立马拒绝 表示不想看到他伤惊奇 可九尾狐让他冷静下不要冲动 没想到小丹直接来硬上 逮着九尾狐的嘴就要去吸 没辙九尾狐只能使出这招先开溜了 当九尾狐刚到办公室 小丹就开始守住待吐了 九尾狐只能再次使用那一招 消失术 用了几次消失术的九尾狐突然觉得体力透支 这时被路过的女狐看到 作为同类女狐还是不由地关心九尾狐 殊不知九尾狐的大限将至 为了帮助九尾狐尽快修炼成人 女狐找到小丹 问要不要帮他支招让九尾狐乖乖顺从 小丹好奇对付这种老狐狸能用什么招 女狐送了他一句话 你也要成为狐狸才行 要知道狐狸的特长就是会射局 于是他找到小桃 让他配合射各局 我不 饰演一场戏 嘴上说是帮他测试女狐对你有没有那个意思 说到女狐 小桃的心就软了 于是两人一拍集合说干就干 两人特地在大众面前秀恩爱的样子 果然九尾狐看了心里很不爽 恰巧女狐过来时也看到了两人的亲密的样子 不禁感慨两人的友情不会超出界限吧 一路上女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教小丹的这招会被用在他身上 于是说服自己 不会在意人类的这些小事 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殊不知他看到两人亲密的样子 心里别提有多难受啊 晚上小丹看着手上的红线被拉直 于是他拿起垃圾箱中的刀 然后一刀下去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刹那间他被带入了一个时空 男人问他胆子肥了 竟用这种方式换他出来 小丹丝毫不畏惧 说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问他是不是闲得淡疼 可山神告诉他这是为了九尾狐好 你不好奇他的珠子为什么是半蓝色的吗 并贴近他说让珠子变蓝的并不是惊奇 而是人性 我给你牵的红线也是让他能亲身体验 并学会什么是迫切痛幸福 说白了就是在修炼妒解 若是这些都能满足 那么他自然成为人类 还没等小丹问完 他就被拉入了现实中 但他终于明白九尾狐缺的是人性 于是他拼命的科普找资料 从中找出人性的包含的范围 于是晚上他告诉九尾狐 他现在找到可以让珠子变成蓝色的方法 九尾狐提醒他 若是让他提供精气的话 你还是回家洗洗睡吧 小丹让他放心 只要接下来好好配合他就行 一日就在九尾狐开车带着小丹时 突然后面的车超车 他立马踩下刹车 然后立马关心小丹没事吧 小丹立马制止他 不是说好了不许说脏话吗 九尾狐立马表态他会慢慢改正 小丹一路走一路想该怎么改变他的人性 突然九尾狐就出现了 小丹一脸害羞的说他会在家见 九尾狐心想玩独走 闺蜜一听激动说我们能不能一起 小丹看能蒙混过关 立马表态教授自然是欢迎 九尾狐能说什么呢 很快一行人来到九尾狐家 小丹装腔做事说 感谢教练邀请我们 并示意小桃地上登门的见面 而后静止朝着书房走去 可小桃好奇 小丹这是去哪里 小丹瞬间反应过来大意了 于是立马解释说 一般人的书房都在里面呢 还问九尾狐他的直觉对不对 九尾狐表示你的直觉太棒了 小丹的骚操作直接将九尾狐 吓出了一身汗 看在几人找完资料要结束时 九尾狐一脸开心说 找到你们要的资料就好 闺蜜由衷地感谢教授 可九尾狐却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解散吧 小丹一听这种人性不行了 于是他又想出一招 说难得来教授家里 要不留下来聚餐怎么样 可他没想到 这一招反而弄巧成桌了 几人在谈话间说起 小丹的秘密男友真不是个东西 小丹下意识地看了严九尾狐 浑然不知的闺蜜还在继续骂 说他上次失恋哭得稀里哗啦的 他居然都不关心你 难怪你会骂他 像个狡猾默人性的狐狸 此时的九尾狐听得是越来越上头 就像杯中沸腾的水 九尾狐轻惊抱起 可他们还在叨叨叨地说 突然他们的火锅就着火了 想想就知道是谁干的了 男人单手夹包 然后双手握紧女友的手 随后扫描了下四周 确定无人后 一个瞬移进到了别人的车面 男人被问得不知咋回 女狐嘲笑他 也难怪活了999年 年事以高老眼昏花可以理解 这话一出让他在女友面前 貌似不中用的感觉 于是反驳女狐 以他现在的力气 将你车子挪到马路中央不成问题 如今看着九尾狐又要控制不住脾气 小丹立马扯开话题说赶紧回去吧 九尾狐这才不跟女狐计较 两人再次凭空消失而后顺移到家 小丹不禁好奇刚才什么情况失误了呀 九尾狐说估计是累了 小丹也没放在心上 可待小丹一走 九尾狐开始怀疑自己了 按道理不应该呀 于是他伸出一只手 架子上的书瞬间跑到手上 倒数没问题呀 接着他又开始测试花盆 可花盆只是动了几下并未顺移 接着他又再次测试 女狐被他召唤顺移过来 又从九尾狐口中得知 他的珠子三分之二都是蓝色的 女狐立马想到他当时 用顺移倒数去巴黎旅游 当回来时却发现用不了倒数 可就在因非法入境被拘捕时 倒数居然戏剧性地恢复了 当再次回来没过几天后 我就变成人了 所以你现在的状态 完全是要变成人的节奏呀 说的九尾狐下一秒 就要变成人一样 晚上九尾狐控制不住自己的喜悦 想提前告诉小丹这个好消息 小丹问他是什么好事 还没说完 他看到玻璃中的自己 双手开始变得透明 他的心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 女友以为他说的镜头 是要变成人类了 激动的一把抱住九尾狐 九尾狐也并未说破 晚上九尾狐开始不按常理出牌 说自己估计快变成人了 有点怕了 然后一咕噜钻进小丹的被窝 还摆了个等你睡觉的造型 小丹知道这老狐狸的荷尔蒙又在作祟 还没等他准备好 九尾狐一把将他拥入在怀 一日九尾狐又提议 今天翘克出去逛逛美 小丹表示正合他意 两人臭美地拍照 而后将情侣该玩的都玩了一遍 可就在两人逛起灯屋 小丹一不小心要摔跤时 九尾狐本想立马去服 下一秒竟出现在大马路上 他看了看自己双手竟变成了透明色 而后又看了看自己丹田的狐狸竹 居然发生了碎裂 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小丹还在好奇九尾狐跑哪去了 突然有人拉住了他 小丹一看是九尾狐 怒斥他干嘛突然消失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玩 摔得他疼死了 但九尾狐还是没有告诉他事情 但偏偏这是小丹母亲说这几天回来 小丹不得不先回家住几天 当小丹松开手的那一刻 九尾狐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 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次见到小丹 于是他找到女狐 先是感谢他一直为他着想 虽然现在千年将近他也没有成人 他由衷感谢女狐的帮助 女狐立马制止他说下去 他不想听到这样的告别 而九尾狐此次前来还有最后一件事情相求 而这事也只有他能办到 回去后九尾狐虚弱地蹲在地上 他无助地哭泣 倒不是害怕自己消失 千年来这也是他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而此时小丹越想越不对劲 突然他发现桌上和九尾狐的合照 正在慢慢地消失中 这时他顿感不好 起身就往外走 而另一边的九尾狐正在准备给小丹写一言 小丹一边打电话给九尾狐一边疯狂地奔跑 他问九尾狐快到尽头是有其他的含义吗 九尾狐深知瞒不下去了 但心急如焚的小丹完全没注意正在向他驶来的卡车 当发现时他整个人都猛了 九尾狐也感应到小丹的危险 就在这时他被人推到了一边 当他抬头看去时 九尾狐被撞地躺在了地上 此时的九尾狐静静地看着小丹 却没有一丝力气只能无助地流下的泪 小丹已经用180码的速度向他跑来 可他还是无力地闭上眼睛 刹那间身体开始消失 小丹感到时 摸着地上上存的一丝温度 他痛哭不已 看着九尾狐还没写完的遗书 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他翻看着手机 看着和九尾狐的一张张照片 他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本来在照片中消失的他居然再次显现 难道九尾狐还存在人间吗 他坚信九尾狐一定会回来 于是他决定就在九尾狐家等着他 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貌似九尾狐只是去了外地出差了 这一等就等到了来年的春天 这天女狐找到小丹 说是受九尾狐之拖来的 原来九尾狐自知大县将是会消失 所以拜托他若是看到小丹痛苦不已的话 就用他的狐狸猪抹去他的记忆 他希望他能忘记这一切 过自己的生活 看着女狐拿出狐狸猪 小丹表示就算一辈子这么难抹 也不愿抹去这些记忆 殊不知此时的九尾狐在另一个时空 他貌似听到了小丹的哭泣 静也不由地流下了泪 可就在某天当小丹再次醒来后 身后静有个人默默地盯着他 不远处的女狐突然有了感应般 此时的小丹已经哽咽地说不出话 就连女狐也是激动地想哭 可还是没憋住放声大哭起来 两人的这一刻等得太久太久 接着苦尽甘来的两人一身黑 接着两人食指相扣 可没想到排队的人太多 小丹让他赶紧施法插得对 半个正九尾狐提醒小丹 他现在可是个人类施不了法 并让他不要嫌弃他 小丹让他放心 就算我嫌弃你我妈都不嫌弃 原来他妈妈上次回博 通过小丹的收件地址找到了九尾狐正 两人像被抓包一样尴尬得不行 要知道他妈可是跑江湖的人 心想骗是骗不了了 只能示意九尾狐用倒数抹掉他妈的记忆 九尾狐还是听从小丹的 接着他眼睛开始变色 想抹去刚才这边的记忆 可没想到他妈一直坚定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他没想到遇到传说中的思想钢铁侠 小丹也发现母亲并未有变化 九尾狐摇了摇头表示没用 母亲再次问是同居了吗 九尾狐见瞒不下去了 主动承认小丹确实住在我家里 但是并没有发生您所担心的事 今后也不会有 小丹当时莫名的失落 可没想到母亲够大气的 不仅没生气 反而夸他们这样诚实 他很满意 当小丹将母亲送走时 母亲却悄悄地说了句 希望他能努力一把 这女婿他很看好了 小丹问九尾狐现在要不要去拜见岳母 九尾狐表示想回家办正事 而他说的正事确实是正事 毕竟两人苦等了一年之久 两人总算苦尽甘来 最后两人在互啃中完美结束 最后两人在互啃中复